他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把12個欄位 所以後面其實還有12個欄位 那你需要把它快速的全部做完的話 這個地方我跟各位講 反正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定義名稱 所以請你把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後面的東西請你全部做完 那所以你要怎麼定義名稱 反正定義名稱剛剛有講過 就是把這個教育成這個名稱 所以你其實可以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定義名稱 這個可能全部都要做 所以你就是這個後面的話動作 可能就是先把它做一下 那做完之後可能還要再檢查一下 你不要說做錯了 做錯的話後面你就可能會 有那個公式執行之後 會有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所以一樣喔 那我大概就是把這些先稍微做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後面有這些 然後記得做完之後你要怎麼檢查 檢查方式我剛好有講過 就是你可以定義名稱這邊看一下 所以我已經做到 它好像不會按照那個順序啦 所以我剛剛做到這裡 先把那個定義名稱先完成好了 第一個先把這個上面名稱複製一下 第二個選它下面這個範圍 不包含上面的藍位名稱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就這個名稱 其實就等於 把上面它的這個名稱 把它貼到 先選這個之後呢 再貼到這邊來 按Enter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步驟不要錯 那最後做完之後呢 總共應該會有14個名稱才對 因為有14個欄位 那怎麼知道是正確的 你可以按一下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看一下裡面應該會有14個吧 然後名稱的話你先 那當然最好是你可以檢查一下 這個範圍 這個應該是對的 這個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對的 就是反正選的話 一定是選下面這個範圍 那未來如果發生問題的話 我發現同學 最多問題應該是選錯範圍 也就是這個名稱跟那個範圍 沒辦法對到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對的 底下當然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Check一下 檢查一下 沒問題了 沒問題就把它關閉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是 可以把那個 這個裡面的公式 一個一個的完成 可是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是要做14次 有點浪費時間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一點 其實要快一點的話 如果 變你要 比較教育程度 剛剛做過 這個F3 教育程度 然後第二欄 然後輸入0 那問題是後面一樣 變職業 月收入 多久買一次雜誌 都要再做一次 因為浪費時間 那假如說 我希望呢 可不可以一次就做完 一次做完 不過一次做完 那其實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 剛開始我沒有想到說 可以一次做完的方法 可是後來我就 仔細去 怎麼講 觀察了一下這個 這個資料上面的一個 有沒有一個 可以向右拉的時候 他就可以自動幫我把我需要的資料給帶過來 那這個地方我觀察一下 我發現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特徵 就是你這個原來的公式裡面 他這個table array的名稱 性別有沒有 跟他上面這個名稱 是不是一樣 有沒有 也就是說上面的欄位名稱 跟未來我們要的這個table array的名稱 其實是一樣的 那問題來了 如果是一樣的 那是不是說 我將來我可以直接把這個名稱 直接就放在這裡面來 他就自動可以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那我就是將來向右拉的時候 就讓他去抓每個欄位的上面名稱就好了 那我不就是可以 其他都不用變了 其他公式就輸入一次就搞定了 那問題要怎麼做 有沒有發現 你們check一下 再來的話 你可以這個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這個跟這個最大的差別 你向右拉的時候 他這個B要變成C 然後上面的性別要變成年齡 那下一個應該是變成 應該可以推得出來 下一個應該是第二 然後後面的名稱叫做教育程度 但是你想說 那老師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我可以直接把這邊的名稱 直接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直接 就是選什麼 選上面這個名稱 直接點B1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點B1的話 後面變成空的 為什麼呢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將來要定義 就是要把名稱放過來 你不能直接用上面藍位名稱 因為它帶不過來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說 其實這邊直接用B1就可以了 這個名稱應該是直接B1 就是意思說 我要把那個B1的名稱帶過來 可是未來如果說你希望 要把這個名稱轉換成為什麼呢 這個是藍位名稱 它是一個文字 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一個表格的話 就是名稱變表格的話 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Indirect 所以其實你如果假設 希望把上面的名稱 變成實際上的那個 我們定義好的那個表格的話 那你需要多寄一個函數 叫Indirect 所以很簡單的做法是 你在這邊直接打一個 Indirect 直接在B1的前面 再加一個什麼 Indirect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這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 INDIRECT 前刮戶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後刮戶 OK 好 那這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如果我用Indirect 來做的話呢 然後按確定看看 得到的結果會不會是我們要的 他會把這個 所以Internet主要的用途就是 把這個名稱 直接去找一下 有沒有這個範圍 去哪邊找 去公司裡面的名稱官員找 有沒有 他就幫你把那個範圍 帶到這邊來了 按確定之後 看看結果會不會OK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他OK 可以walk 那如果我把它 假設我後面這兩欄 我先把它刪掉 那理論上 這樣呢 那是不是說我只要向右拉的時候呢 他應該會自動幫我把什麼 把那個C 這個B變成C 有沒有向右拉 那他會自動去抓到年齡 我看一下 向右拉 會不會自動把年齡的範圍 帶過來 有了耶 然後現在用向右拉 大專也有了 職業也有了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第一名稱做好了 另外的話呢 利用它上面這個欄位名稱 加上Indirect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怎麼樣 直接向右拉就可以了 向右拉 我看拉到底 放開 OK 全部OK了 但是問題喔 如果你現在要向下填滿的話 會發生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因為如果你假設向下填滿 它底下 它沒有辦法幫你 有沒有 它會錯 為什麼錯呢 因為你向下拉的時候 我講過 它這個B1 會變成什麼 這個變B1 下一個變B2 那問題它這個名稱不會變 所以一定要鎖住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呢 要做這件事情 你看把1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再打勾就可以 所以啊 最後呢 得到的就是Indirect 加上B1 前面加一個錢 打個勾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其實如果你要 做出我剛剛的那個效果 我把這些先刪掉一下 所以喔 底下這個也把它刪掉 這個是最後結果 向右拉 看一下好不好 OK OK嘛 那再快點兩下 看好不好 也OK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沒有寫任何程式 但是很快的 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帶回來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關鍵我再重點回顧 一 請你先把清單裡面的這些 每一個 總共14個 通通定義成名稱 你要先檢查一下 二的話呢 請你再到剛剛的公式裡面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地方 Table Array 本來這個地方應該是用什麼 用F3 我們本來是性別 那個是性別這個 這個要改喔 本來是用這樣的性別 主要是改這個地方 把性別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B1 就是這個儲存格 上面的名稱 但是這個名稱的話呢 這個前面 前面再加Indirect I-N-D-I-R-E-C-T 前刮斧 然後後刮斧一下 意思是說幫我把那個名稱 從那個 這個工作名稱管理裡面找一下 有沒有它這個範圍啊 有的話幫我帶回來 那因為等一下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會向右拉 向右拉 向右拉 B前面一定不能鎖 但是向下拉的時候呢 E的前面呢 記得一定要加淺的符號 所以最後其實是這個啦 所以待會兩件事 第一個把14個名稱定義好 第二個的話呢 把剛剛的公式 Table Array的地方 關鍵的地方 把它改一下 改成Indirect Gua-V-B1 一一前面加淺的符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